当善良在现如今的世界变成奢侈品的时候,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叫做韩红的歌手? 他身上标签实在太多太多,是歌手,是制作人,是作曲家,是国家一级演员,最重要的还是慈善家。 尽管他在节目中说过自己已经倾家荡产,但是在慈善这条路上,他从未停止脚步,为了慈善,他报售四十斤,为了慈善,他捐光了所有资产。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无私奉献的他,却一直遭到质疑,遭到谩骂,韩红这么做真的值得吗?难道真的像他唱的一样?慈善这条路是一条天路吗?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韩红背后的故事。在大众的印象里,韩红一直是一个刚直坚毅的形象,就连他的歌声都是如此,充满张力的歌声,极富力量。 然而谁都不知道,这仅仅只是他的一面而已。 在他的心里,还有一个柔软的地方。 也是因为这份柔软,他才走上了公益之路,而他的这份柔软,就是他的奶奶。 韩红七岁的时候,父亲去世,母亲也选择了改嫁。 无奈之下,韩红被送到了北京和奶奶生活。 这个举动在韩红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,因为在那个时候,韩红以为母亲不要自己了,所以在去到奶奶身边的时候,韩红表现得特别乖,会主动干活,主动帮奶奶减少压力,生怕奶奶跟妈妈一样,抛弃自己。 这小心思看得奶奶心里是一阵痛,对韩红愧疚无比。 不过,好在韩红跟奶奶生活在一起还算幸福,在艺术家庭中长大的他,一直以来对未来都有很清楚的规划。 那个时候的他,继承了母亲的好嗓子,也因此爱上了音乐,所以就一直朝着这个梦想努力。 有句老话说得好,上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。韩红一直坚信着这句话,所以在他不懈地努力下,他成功了,一步步走上了梦想的舞台。 这个时候,奶奶非常支持韩红的歌唱事业,甚至拿出自己攒的钱资助韩红。 韩红呢,也不辜负奶奶的好意,拼命地努力,只为了能站在大舞台上发光发热。 1980年,进入少年儿童合唱团,1987年,进入解放军演出队,1993年,开始自己创作歌曲。 这一路上看似简单,其实背后的辛酸是无人知晓的。 他渴望站在大舞台上,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时间。 正是靠着对舞台的执念,韩红一步步走到今天,在乐坛留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,成为了歌坛的大姐大。 事业的进步让韩红站在了音乐的巅峰。 然而这个时候,奶奶身体出现问题。 2005年的4月18日,韩红奶奶脑溢血,抢救五脚死亡。 奶奶的去世对于韩红来说,打击很大,因为奶奶在她的人生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。 一手把她带大,她这一走,也带走了韩红的全部。 在奶奶去世后,韩红一度无法振作,她推掉了所有的工作,整个人陷入了悲伤中。 而那段时间是母亲陪着她的,母亲的不离不弃,让韩红放下了对她的芥蒂,也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把她交给奶奶。 在那段时间里,韩红思考了很多,她回想着奶奶教导她的话,最令她印象深刻的,是那句奉献自己的爱心,尽力帮助他人。 奶奶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,一幕幕的在她的脑子里闪过。 终于她想明白了,既然没人爱我,那么我就爱别人。 也许你还记得那首让人泪目的天亮了吗?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遭远,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,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。 这是韩红为一名失去父母的幼童创作的歌,这个幼童也是韩红领养的第一个孩子。 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,韩红前前后后,收养了大概200多个孩子。 在2007年,她还发起了爱心西藏型的公益活动。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,韩红也是首当其冲,组织很多有爱心的人成立了韩红爱心行动,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捐款捐物。 其中韩红个人就捐了300万,可以说哪里有困难,哪里就能看见韩红的身影。 她就像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 这么多年以来,韩红捐款超过了10亿,她个人捐的数额更是高达千万。 再加上她现在忙于公益,很少参加活动。 所以她捐的这些钱,等于是她的全部身家,她甚良到什么地步呢? 为了感谢爱心人士,韩红不惜下跪,而任水也没想到的是,这正义一跪却遭到了恶意满满的谩骂。 很多人都骂韩红作秀,说她是个骗子等等,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。 最过分的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,韩红就一直在最前线,捐款捐口罩捐物资。 但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捐款,导致捐款金额超额,然后超出执行能力。 不得已韩红停止了捐款,因为这个举动,韩红这个基金会被举报。 总而言之,语言捐说的就是韩红这个基金会有问题。 此事一出,瞬间发酵,韩红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再加上当时韩红没有回应。 所以很多人都骂韩红作秀虚伪等等。 所有人都以为韩红是心虚不敢回应。 殊不知,当时的韩红是在把一批批的货物送往了武汉,公道自在人心。 在官方调查后,还给了韩红一个清白,狠狠地打了那些质疑谩骂的嘴脸。 在这个说话不负责任的年代,这些键盘侠们发泄着最没人心的恶意。 也好在,还了韩红一个清白,不然这让充满善良的人多寒心。 其实说真的,韩红真的是挺不容易的,为了公益,她不顾自己的身体,宁愿自己累到住院,也不愿意苦着那些孩子。 她真的是不求回报,帮助别人的明星。 在现如今的世界,这样的好心还被误解,不只是韩红一个人,孙丽从非都是做善事被误解。 孙丽和韩红一样,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,所以在之前孙丽资助过一位大学生。 然而这位大学生却在网上说着孙丽的坏话,这个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被孙丽资助。 时间长达了四年之久,本来是好好的,但是当这个学生知道是孙丽资助后就飘了,觉得孙丽这么大的明星资助的有点少。 孙丽得知这件事情后很伤心,就停止了对她的资助。 没想到,她却在网上声讨起了孙丽,十足是个白眼狼。 这件事情彻底令孙丽寒心,所以直接跟那个大学生断了联系,而从非呢,也是一生都献给了慈善。 一言四百多长,义工服务更是超过六千多个小时,尊重的儿童也不下两百人。 然而就是这么热爱奉献的人,到头来却什么也没落下。 从非生病后,她资助的人不仅没有人看她,反而对她兴师问罪,为什么不捐款,这实属是个白眼狼。 这个世道这样让好心人寒心的事情有很多,只希望我们不要辜负了好心人。 好人是否有好报我不知道,但是我相信,正义终究会笑到最后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,有喜欢的歌手欢迎留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